我们今天的新闻头条要来带您深入锁定 中共网络骇客对于美国的袭击 在遭到美方资讯公司深入调查 以及直接的指控之后 所引发的种种后续效应 美国一家电脑网络安全公司 罕见的发表了长达70页的调查报告 据悉迷的指出 美国一系列的骇客攻击事件是来自中共解放军 并且查出了骇客的大本营 就在上海浦东的一栋办公大楼之内 消息引起了外国媒体热议 要求西方政府证实中共逐步扩大的网络威胁 CNN节目探讨美国资安公司Mandate报告 近年遭骇客攻击的140多家企业和组织 来源竟然是来自上海浦东的中共解放军 613沟巴部队 受害对象包括可口可乐等知名企业 还有美国电网 天然气等重要基础设施公司 包括华尔街日报 德国之声 英国卫报都加以报道 日前遭受严重网络攻击的纽约时报强调 美国总统欧巴马正面临棘手抉择 在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之际 世界两大经济体要不要就骇客议题摊牌 目前中共一面驳斥报导 一面屏蔽相关新闻 有外媒记者希望 接近浦东这栋骇客基地大楼拍摄 却遭扣留 台湾资安专家表示 这份报告明确点出骇客攻击工具 使用的代号与电脑 中共难辞其咎 追踪到他们骇客用的键盘就是简体制的 去拿实体的证据来证明这个IP不在这里 可是他现在没办法缓驳这个 他只是用很模糊的方法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 可是人家明明知道枪是在你这里 你怎么办 所以他这个没办法否认 这个可信度非常的高 有评论指出 骇客攻击已经影响美国生产总值 250亿美元到1250亿美元间 目前欧巴马政府正考虑利用罚款 或其他贸易行动 反制北京当局 新唐人亚太电视政治新闻中心采访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政治新唐人亚太电视